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今天我们来讲高低压缩和高低回弹 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视频说过 就是摄像机角度在车辆前轮侧面绑定 然后去跟大家说什么是高低压缩 所以今天我们用新的视频 仔仔细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高低压缩 以及我们要怎么调是合适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部分 高低压缩和高低回弹 这两个的调整逻辑是一样的 在压缩环节我们遵循相应的逻辑 在回弹环节我们也遵循相应的条件和逻辑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两个的调整策略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用一个手法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高速什么叫低速 我们先说压缩 在单位时间内逼振器大幅度的压缩 我们叫高速压缩 前后逼振是一样的 我们以前逼振为例 这个可用的形成是这 单位时间内大幅度的压缩 比如这样 什么叫单位时间内 就是1秒0.5秒1.5秒 你都可以把时间这个因素卡住 叫单位时间内 在一个单位内 看压缩很多 大幅度的压缩叫高速压缩 单位时间内 比如1秒小幅度的压缩叫低速压缩 类似这样 同理高低回弹也是一样的 单位时间内1秒 弹这么多 叫高速回弹 单位时间内小幅度的回弹 这样叫低速回弹 所以一切都是在固定的一个时间范围内的压缩和回弹的量的 大于小 我们叫高低 它指的不是速度的快于慢 好 这个是定义 市面上很多避震器的品牌都会有高低速可调的这个功能 比如说很多台湾品牌都有 尤其是给踏板车配的避震 那除了高低压缩有 那高低回弹也有 这个功能还挺细致的 那我们知道定义之后 我们怎么来调它呢 那么就分两步 首先我画了两条线 一条红色 一条黑色 我们不用管红色是高速 黑色是低速 还是反过来 黑色是高速 红色是低速 没关系 无所谓 我们要讲的是逻辑 直线的右侧是加号 代表阻尼增大 就是阻力变大了 以前我的视频里说过 阻尼等于阻力 线条的左侧是减号 代表阻力 阻尼减小了 这是线条的意义 所以怎么调 第一步我们叫等比例的调整 为了更具象 我们来举个例子 红色的叫高速压缩 黑色的叫低速压缩 假设高速压缩 一共22段可调 就是你从左拧到右 从右拧到左 总计22段 同理低速压缩 总计28段可调 就是咔哒咔哒 当你的意识里 没有特别明确的方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遵循第一步 等比例调整 什么叫等比例 比如说22段的一半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不是代表说实际条的时候 也是一 先从中间来划分 不是 只是举例子 你可以从三分之一处 你也可以从 另外的三分之一处 没关系 或者从四分之一 都可以 没关系 只是为了让大家 更简单一懂 现在我们从中间取 高速压缩是22段可调 那么它的中间是11段 对吧 卡中间 低速压缩是28段可调 那我卡中间是多少 是14 第一步等比例的调整的意思就是 我先把高低压缩取中间 那么上边的就是11 下边的就是14 你获取了一个初始的设定的锚点 然后再根据你的体感和骑行的情况 路况啊 你的骑行风格啊 这些其他的额外的因素 去调的时候 比如说 现在我的骑行风格比较激进 我也喜欢中砂 那我现在需要把亚苏祖尼增大 所谓的等比例怎么调 比如说我向祖尼加大的方向 增大了4个 原来这是11对不对 这是14 那我增大了4个 为了数据的清晰 我们把单位都写out 祖尼是out 什么叫out 就是顺时针到头之后 往回退多少 叫out 就是反向 祖尼减小方向叫out 祖尼增大方向叫in 我原来在11 就是11out 往祖尼加大方向加强了 因为我需要更重的刹车 更好的支撑性 所以我要加强祖尼 我就会变成11-4等于7out 就是往这边走了 是7 当你的高速压缩是7out的时候 等比例是什么呢 我们算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7除22等于31% 同理 我原来在14 我应该也获得31%的阻尼力 那么 现在我求的是这个上面的 对不对 那我就应该用0.31乘28 等于8.6 你这里写8或者9其实都无所谓 所以这里我们写9 我们再验证一下9除28 那32%没问题 你写8也可以啊 9得出我们应该调到9 那14减多少等于9 14减5等于9 我就应该在这个地方调5格 所以这个就要等比例调整 这里呢我举的例子是 高低压缩的总数值不一样 一个22一个28 如果有一些品牌的高低压缩的总量 是一样的呢 比如说都是22 那你调起来更方便的 就不用算这么复杂 对不对 如果我都需要加强祖尼的话 我上面加4格 下边也加4格不就完事了吗 这个时候再多说一句 有很多车型的高速压缩 它是圈拧多少圈 但是低速压缩是一格一格的 咯啦咯啦咯啦 怎么办 那么你可以认为 高速压缩转四分之一圈是一格 所以一圈就是四格 一般情况下 带高速压缩的车型的圈数 如果是圈的话 3到4圈是总量 一圈乘4 那就是3乘4等于12 4乘4等于16 那这个地方就写12或者16 OK 这叫第一步 我们等比例的去调整 这个时候有些朋友问 那我能不能先调低速压缩 再去调高速压缩呢 没问题 可以的 它两个不互相影响 好 这个叫第一步 等比例调整 第二步 按体感 按扎带 微调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等比例调完之后 它一定不是你需要的那个数值 一定不是 根据什么来微调呢 就是根据体感 我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朋友他的骑行风格比较激进 喜欢中砂 但是他骑行的路段有很多水泥路 就是那种一棱一棱一棱的 就是这么过去的 怎么调 刚才我们最开始说了 单位时间内压缩的幅度比较小 叫低速压缩 单位时间内压缩的幅度比较大 叫高速压缩 那么代入到这个案例里 这个人喜欢急砂和中砂 那么高速压缩我需要比较好的支撑性 没问题 但同时 我为了缓解他的手感 他路过的水泥路面 如果避震器设定比较硬的话 他会很震手 起的很不舒服 那么按他喜欢中砂 喜欢晚砂 我们把高速压缩调大一点 让阻尼大一点 让他获得更好的支撑性 同时我让他的低速压缩 阻尼小一点 往这边往减号走 小一点 让他路过水泥路面的时候 能够获得更好的缓冲和减震效果 这个就叫按体感 按扎带 因为扎带是另外一个考量因素 就是我只要中砂不触底 有一点点的buffer 就是缓冲量 即可 或者也不要扎带过高 根据这些客观情况去微调 那么这里我们带来的客观情况 就是他喜欢中砂 他骑行的路面 小的坑挖比较多 第二个案例是 这个人是一个舒适型的选手 这个人喜欢舒适骑行 他不喜欢中砂 他喜欢慢悠悠的 喜欢跟坐沙发那种 嗡嗡的地方 但同时 他行驶的路面在修路 然后被一些大车啊 或者一些这种压路机压出来的 这些路面的坑比较多 比如说这么深 或者更深的坑 会经常压进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调 考量因素第一 它是舒适骑行 那么避震的压缩设定 不可以很硬 第二个 它的路面会比较大的 这种坑洞 我们不可以出底 所以考虑这两点的话 那么我们的高低压缩 都可以比较弱 让它保持一定舒适的手感 和比较好的滤震 但要求是 我的高速压缩 不可以过低 导致它过坑洞的时候 一下出底 因为坑洞我们可以理解为 单位时间内的大幅度的压缩 所以我可以在低速压缩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的时候 我的高速压缩稍微的 根据扎带的具体位置 和它的手感 保持它的舒适的同时 高速压缩阻尼 比低速压缩阻尼 稍微多一点点 保证它在过坑洞的时候 不出底的前提下 保持足够多的舒适性 那么这两个应该都往 减号方向走 但我的高速压缩 不可以过低 这个就是实际调整中的 一些应用案例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组合 这里我们就抛砖引玉了 就要不然视频时间太长 具体的其他案例 和具体的调整方式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课里边 单独给大家讲解 所以我们理解高低压缩 高低回弹是同道理的时候 我们又理解了 需要等比例先调整的时候 最后再根据体感 扎带 它的路面的行驶状况 它的手法 风格 再来做微调 我可以这样走 我可以这样走 让某一项多 某一项少 最终调到一个 合适我们自己的 吸行感觉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 是弹簧棒数要合适 因为弹簧棒数 是房子的地基 你地基打得不好 房子是不会稳固的 这也就不展开说了 所以这以上高低压缩 高低回弹的一些知识 和调节细节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到你 好关注我了解更多 记得知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